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制作一张动图的圣诞集贺卡 它是在制作贺卡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例子吧 一些动图的例子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乳猫的作品 乳猫制作的GIF都是一些比较生动、有趣、很有细节的GIF作品 可以看出这些GIF的里面的一些动画是比较自然的 因为它把每一个细节刻画的都非常好 因为制作动画的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我会把整个教程分为三个视频来讲 然后这个视频主要就是打草稿和勾线的部分 然后呢,因为我们是主要教大家怎么去制作动画 所以呢,绘画的内容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圣诞树和一些彩灯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制作的圣诞结合卡吧 这张呢,是我前几天制作的 然后我也发到Youtube上做一个demo,大家也看得到 然后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一下我今天所需要用的材料 首先我们的材质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原点形的一个复古的地纹 然后呢,我们会选择一个横幅 这个横幅就是中间这个小熊的Merry Christmas的横幅 然后这些都是我去网上搜集的一些参考啊 去怎么绘制贺卡,以及贺制圣诞节贺卡的一些元素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PS 打开我们的A4纸杖 然后命名为圣诞节贺卡绘制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纸张进行一个裁剪 因为一个贺卡没有A4纸这么大 所以我们要把它裁剪到合适的大小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稍微再剪的窄一些 好,现在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图层去绘制我们的草稿 然后草稿呢,今天要选用的笔刷就是圆形色粉笔基里深的那一款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图层缩小了进行绘制 所以呢,我们要用基里深的一款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 因为它的基里是比较深嘛 所以这样画起来更像是铅笔手绘一样 然后画草稿的时候很随意就好了 不用太在意细节 只要把大概的形状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之后再去细节的绘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下面留一个地方是要贴横幅的那个 Merry Christmas的小熊的横幅 然后现在再给树分一个层 然后草稿就大概这样子的完成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同一个图层上面 再进行一个细致的绘画 然后把五角星的边缘画得更加圆润一些 然后再给大家看 然后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五角星花有点大 所以我会用选曲工具 把它稍微的进行一个缩小 因为我们要把重点把它放在圣诞树上 并不是五角星上 然后呢 现在再把圣诞树进行一个放大 这样子的话 这个整个画面就更加的协调了 然后再把五角星中间的一些 多余的给擦除 好的 现在我们要重新绘制上面这个彩灯 首先呢是三根有弧度的线 这三根线呢是非常好画的 只要随意的画上就好了 然后下面的彩灯呢 彩灯也是得要呈现一种 有弧度的一种形状 然后把在画的时候 小心的从短到长 再从长到短 把它给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现在在后面画一条线 去显示出我们学地是有多大 然后呢 再在圣诞树上绘制一些 圆弧状的小图案 去就是会显示出 体现出一种雪 浮在上面的感觉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给圣诞树进行一个勾线 圣诞树在勾线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层 圣诞树为圣诞树 然后 彩灯为彩灯 这种呢 勾线真是非常难的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怎么尝试的话 最好先去进行一些练习 勾线呢必须得是一次性拉成的 然后我 手绘最讨厌的一部分 那就是勾线了 因为勾线真是太难了 我勾线勾的真的很不好 所以我就是会有很多的撤销啊 然后再重新画呀 然后我在这里勾线用 运用到的笔刷呢是钢笔笔刷 因为钢笔笔刷它的笔触是比较圆滑的 所以呢是很适合用于勾线的 当然有的人就会说 那怎么不用钢笔工具呢 因为钢笔工具呢 它虽然就是勾线过得很好 但是呢它并不是手绘了 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手绘的一个动画贺卡嘛 但是如果你用钢笔工具 那么更像是在画卡通片了 对 但是我们虽然是在画动画 也是想让这棵树有一种手绘的感觉 所以我们最好所有的东西都是拿手给画出来的 而不是使用工具 就能给你一个小型格尔布的字幕 在画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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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是一个小型格尺寸的 好了,我们现在勾线勾完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材质包给粘贴进来 首先运用到呢是那个圆点型的底纹 然后把它粘贴到我们的PS中 材料呢的涂层是会在勾线的下方 然后把这个材料放大 只有现在我们再把我们的小熊的粉符给贴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在调节这个颜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底纹的颜色太深了 会容易让我们的圣诞树的颜色 并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底纹的颜色稍微调亮一些 这样子就好很多了 然后呢我忘了绘制圣诞树上面的雪的那种图案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再重新的绘制一下 之后呢再给圣诞树上面挂一些彩带呀 现在去绘制一下彩带 大家不用着急 那个上色和动画的部分 我明天就会把视频给上传上来 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赶紧去把超高和勾线去练一练 然后我会把这个PSD的文档 放在那个下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